大家好,我是阿公 黄瓜不要老是拿来凉拌着吃了 学会这样炒着吃,开胃又下饭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样做的吧 今天在超市花一块钱买了两条黄瓜 加入一勺普通面粉 用面粉搓洗一下 把黄瓜表面的一些杂质和菲尘处理干净 全部搓洗一遍之后 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我们利用面粉的独特吸附能力 把黄瓜表面的一些菲尘和杂质全部吸附掉 这样清洗过后的黄瓜 吃着也更加的放心 洗完第一遍之后 然后放在干净的清水中 再次淘洗两遍 硬刀把黄瓜的头和尾贴掉不要 因为头和尾有点苦四味 然后再把黄瓜一分为二 接着再二分为四 接下来把黄瓜的瓜羊去掉 瓜羊不是不能吃 而是放在一起的话 会出水 影响菜品的口感 然后我们再把黄瓜切成薄片 片我们也不要切太薄 大约在两块钱的硬币号就差不多了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 我们把切好的黄瓜放在一个大碗中备用 接着在准备两块钱的瘦肉 我们把瘦肉切成厚片 片我们不要切太薄 稍微的切厚一些 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然后再切成肉丝 肉丝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 这样方便成熟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往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鸡精 加入一勺胡椒粉 硬手抓拌均匀 我们提前把肉丝腌制入味 抓至有一些粘手 我们再加入一勺玉米丁粉 再次抓拌均匀 使所有的肉丝都能裹上一层玉米丁粉 这里我们尽量的都抓拌一会儿 抓拌成饰瓶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小许的食用油 锁住肉丝的水分 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针 拌这段时间 我们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子 切成小丁 大蒜我们可以适量的都准备一些 全部切好 放在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老姜 先把老姜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成小条 老姜有去腥真香的作用 最后我们再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放在蒜子一起 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再准备一些小米椒 切成小圈 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 我们就不要放 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我们把香葱切成小段 我们把香葱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放在碗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起锅加入食用油 下入一样制好的肉丝 开小火煸炒 把肉丝炒熟 肉丝我们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稍微炒至变色就可以了 如果炒的时间太长的话 吃起来就会塞牙 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炒好的肉丝 绳出来放在准备好的碗中 这样炒的肉丝 不腥也不腮 接下来我们另取锅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切好的姜蒜小米椒 我们开小火煸炒 趁粪地把姜蒜炒出香味 把小米椒炒出辣味 这里我们翻炒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大约在十秒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切好的黄瓜放在锅中 这里我们就要开大火翻炒 这里我们尽量地多炒一份 成分地把黄瓜多余的水分炒干 这样吃起来才非常的脆爽 这也是发电不外全的一个小技巧 接着网顾中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再加入一勺生抽 再次发炒均匀 把黄瓜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建议花财的小鼠点个赞在左边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大约发炒一分钟左右 把黄瓜炒至入味 接下来把炒好的肉丝也倒在锅中 再次发炒均匀 这样炒的黄瓜 黄瓜里面有肉的鲜味 肉丝里面有黄瓜的香味 大约发炒20秒左右 接着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鸡精调味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把切好的葱段也倒在锅中 再次发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美味又营养的黄瓜炒肉丝 就这样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黄瓜的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也是我们插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 我们在炒的时候 一定要把黄瓜的瓜营去掉 因为瓜营放在里面的话 炒出来就汤汤水水 那样就会影响黄瓜的口感 而且炒出来的成品也不好看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并转发一下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的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